店面上有這麼多口罩 不同品牌, 不同包裝, 不同生產地 而且又有這麼多標準 究竟怎樣選擇 才能選擇有座防疫的口罩呢? 阿姨, 我是 我有些人不明白 標籤經常寫BFE、PFE和VFE 其實解釋什麼? 還有有沒有說誰比較好? 其實BFE代表對付細菌的過濾功能 細菌的過濾功能 通常我們說… 例如它的直徑有三微米 它就有這個功能, 可以阻隔 如果PFE代表微粒的過濾功能 通常微粒的大小是0.1微米 如果VFE的話 其實是說病毒的過濾功能 現在在這樣的疫情下 最好三個標準都有了 我認為就很好 PFE可以擋到0.1微米的微粒 那是不是也夠了? 因為它沒有VFE 對, 沒錯 譬如你真的買不到有VFE的話 其實如果這些口罩提及到有PFE 其實它也可以阻隔病毒 因為它的阻隔微粒可以小到0.1微米 對, 但BFE最主要是阻隔到花粉 或者細菌等等 有些口罩用美國標準 有些用韓國標準 究竟哪些才可以有助防病毒呢? 真醫生, 韓國標準 KF是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韓國製式 韓國濾濾的意思 94代表它成功阻隔到 0.4微米的粒子 它可以阻隔到94% 如果它寫99的話 即是阻隔到99% 好像看見還有KF80 KF80代表它有八成的機會 可以阻隔到0.6微米的粒子 但這樣只有八成的機會 阻隔到0.6微米的粒子 夠不夠阻隔病毒和細菌嗎? 如果是0.6微米的話 就有點差 新型的冠狀病毒 它們的直徑大小可能介乎0.1至0.3 我聽說好像在美國、韓國、日本 都有自己的標準 其實市民應該怎樣選擇? 其實只不過是有不同的認證 例如美國推出的, 我們有一種叫ASTN 它裡面會再分級1、2、3 1級是在微粒子、左隔率 它可以去到95% 但如果去到2級的話 它所阻隔的微粒子成功率 可以去到98%以上 還有一個3級, 但不是這一盒 那是不是更厲害了? 3級的成功阻隔率跟2級很相似 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最主要就是它阻隔到這些水分的壓力 可以成功阻隔到壓力去到多少 一般人出街應該用哪一種? 會比較好呢? 1級1、2、3 其實我想普通市民如果出街的話 我們自己應該用1級1就可以了 基本上2級2和3是給醫護人員用的 原來平日出街用1級1的口罩就足夠 也是的, 我這麼人見人外 都沒有人會對著我吐痰或噴水 所以我想2級2和3的口罩 留給專業的醫護人員用就足夠了 我們也要用1級1的口罩吧 你對著我要1級2 1級2 1級2